花莲市的星期假日是耿鲁伊部落和拉索旺部落的丰年祭典 其中耿鲁伊部落的还举办了头目交接仪式 市长魏嘉贤特别前来参加 除了感谢部落干部协助推广原住民事务之外 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传承更多的原住民文化 市长魏嘉贤今天上午前往的明年国小参加耿鲁伊部落丰年祭 在部落头目交接仪式当中 市长为林长文披上头目衣袍 项链还有原住民情人戴 并与卸任头目林荣臣为林长文戴上头冠 接下来市长再前往中流公园参加拉索旦部落的丰年祭 针对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 市长也做了说明 那我们今天也到格努米部落去见证了部落头目的一个交接 那我们期许未来的林头目能够持续的代理部落 从健全的发展之外也能够传承更多的文化给年轻的朋友们知道 那我们今天也到拉斯坦也可以看到我们部落的文化号也持续在推展当中 在这两个部落聚会所里面 一个在学校内的已经完工了 那接着就是我们拉斯坦部落的一个部落聚会所 我们也持续的来希望要求厂商能够尽快的来做完工的部分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把各个部落聚会所建筑好之后 也要订好管理规则使用方式 未来让部落的人可以来尽情的使用之外 也能够不影响周边住户为原则的情况之下 来共同来使用 那期许未来部落的发展在花莲市能够越来越好 魏嘉贤表示文化向下扎根是花莲市公所致力推展的政策 而部落老少传扬圆明舞蹈文化之美 透过封年祭的活动举办 让年轻的一代从中任是原民歌舞一涵 他也真心期盼年轻族人可以扛起部落文化传承的重任 让丰富的原住民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